阿富小姐,你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在这里学习 除了学习以外,你还做什么呢? 比如说,周末你的做,去哪里了? 周末我去了老山,去老城市,风景区 对,风景区,怎么样? 非常好看,很漂亮 你都去哪里了呢? 我去了青岛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很好喝 在世界上也很有名 风景区,你还去哪里了呢? 我去了小雨山公园 啊,小雨山公园 真好 非常迷人 非常迷人 小雨山比较高,对不对? 在小雨山上 非常高 我看到青岛的风景,海边还有山 还有山,对 在小雨山上可以看到海,也可以看到山 非常漂亮 非常迷人 非常迷人,真的 那你还去买东西了吗?在青岛? 我买很多东西 比如说,点心 哦 还有中国节 哦 中国节 装饰物 挂在家里可以 我很喜欢中国节 啊,你很喜欢中国节 嗯 还有我在市场买剪纸 哦,买了剪纸啦 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 哇,也是贴在家里 剪纸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剪纸 啊 所以我买了五个 哦,买了五个 五个左右 买了五个左右 嗯 是不是也可以送朋友 送这个朋友 对,我想送里面的朋友 啊,真好 嗯 我还看了自己的名字印章了 啊,你看了自己的名字印章啦 啊,你看了自己的名字印章啦 对 哇,真好 嗯 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嗯 哦,在市场上买的 对 啊,我看到你日记 说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对你的态度怎么样都很好 是吧 对,他们对我很好 嗯,因为你的中文说得好 嗯 嗯,现在你学习快两个星期啦 嗯 嗯 那你的中文真的是说得越来越好 嗯,越来越棒 嗯,谢谢 嗯,我每天 嗯 嗯,跟老师一起聊天 对,我们都用中文讲课 对不对,用中文说话聊天 嗯,对 嗯,听力越来越好 嗯,越来越好 嗯,越来越好 对,对 嗯,你都能听明白 所以你很棒 很努力 嗯,谢谢 嗯,以后 所以你在日本学习 嗯,和来中国学习 不一样吧 嗯,在这儿学习 你可以天天听到中文 嗯,练习了你的听力 对 对 也让你知道的 以前知道的话 你说不出来 现在你能说出来了 嗯,所以说绘画 空语也提高了 嗯,听力 听力 嗯,越来越好 越好了 对,非常好 嗯,好 那也 注意你在青岛的收获 越来越大 嗯,学习越来越好 嗯,好 嗯,那 我们再继续努力 嗯,好啊 好 好 哈哈哈